大家好,我是青瓜刀圣 我们又在门了 在上一节我们讲到 学校密室原因发生了四起离奇的石化案件 根据线索 三人怀疑马尔夫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赫饼负责熬制复方汤器 料材非常复杂 需要草鳞虫 Layswing fly Lays是袋子 意在表达将两个物体绑在一起 马黄是一种生活在水中吸损动物血液的东东 指代的是吸取目标人物的精华到另一人身上 柳叶草 Fluxweed Flux有流动的意思 意在表达两者体型外貌的流动变化 梁耳草 Not grass Not有结的意思 表达和某人相关联交结 双脚兽脚 Biccone horn Bi是双的意思 指代双两个两者 非洲树蛇皮 指代的是一个人像蛇一样去老皮 蜕变成心 这是JK鲁林在创作配方式的灵感 都映射一个人 脱胎换骨成另一人 配置完成后 需要炖熬制一个月 最后还得加上目标人物体上的东西 一般为头发 其他的比如说指甲之类的 根据你的熬制能力 复方汤气时效由10分钟到12小时 赫鸣展现出一定的天赋 竟然在圣诞期间熬制成功 时效大概一小时 同时又给哈利和卢恩准备了 放有类似安眠药的蛋糕 又或马尔夫的两根班 分别是根班一和根班二 两人看到悬浮的蛋糕 二话没说就吃起来 当场到底不行 哈利和卢恩把他们先拖进小房间 藏起来 扒了他们的头发 去找赫鸣 根据原著复方汤气的使用情况来看 他能让人变成另一个人 包括他的所有物理特征 比如说残疾 少胳膊断腿 静食等等 声音也是 变形完成后 盥洗师的一边传来赫鸣的声音 让他们俩抓紧时间去调查 自己来不了 别管他了 于是 两人先去找斯莱特林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和宿舍 学生一般都只知道自己学院的位置 两人就瞎逛 不知道怎么走 碰到了卢恩的三哥破西 路过的马尔夫来解围 眼神嘲讽后带着两人回宿舍 斯莱特林的宿舍入口 在入口厅这里 往湖边的方向有一道门 这个门里有个楼梯 一直向下通往学校的最底层 叫地牢 地牢也不真就是个牢房 是个地理位置的叫法 怎么学校区别对待让斯莱特林住地牢 其实每个学员的选址 都是创始人自己选择的 我个人估计 斯莱特林当时 部下和三位创始人同流合污 包括建造密室也一样 就是要搞特殊 搞分裂 这才把学院选址在地牢层 一条秘密通道 引向一道石墙 石墙口令是 纯血 这种敏感词汇 也能体现出 创院时对麻瓜学员的歧视 透过石墙就接上我们的故事 哈利和罗恩来到休息室 休息室甚至是在整个湖的湖底 他们俩就和马尔夫套话 在这次对话中 他们得到三条信息 第一 马尔夫不是斯莱特林继承人 第二 上一次密室打开是50年前 第三 打开时有一个麻瓜出身的学生 死了 再发现 富方汤基药效快结束 两人恢复原生时 他们又急匆匆离开了 随后回到盥洗师汇报 结果发现 当初赫敏拿的不是斯莱特林学生的头发 而是学生身上猫的毛发 毕竟药基不能使人变物种 最后错乱的让他变成了猫人 赫敏不得不去校医 带上几个星期医治 圣诞节假也结束了 一天 两人来到二楼 发现满地是水 顺路摸上去 看到哭泣的头静娘 原来在他如厕的时候 有人莫名其妙的往他身上 扔了个日记本 感受到了侮辱 于是他泄愤 验了整个关系时 鬼魂不是能够穿过固体的吗 他怎么能拧动水龙铜烟册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之后 陶金娘指着地上的日记本 哈利上前一看 封面隐约的字迹写道 1943年 塔玛里德尔 这不恰好50年前 密室被开启的那年吗 罗恩脑子一转 我见过这名字 这学期 我被费尔西发劳动的时候 去擦过学校的奖牌 一奖牌就是李德尔50年前 得了学校特殊贡献奖 冥冥中 哈利觉得这个线索很关键 于是把日记给收下了 随后找赫明讨论一番 两人觉得这时间太巧合了 猜测 这李德尔可能抓住了 50年前密室开启人 而得到的贡献奖 日记里一定有线索 赫明还用显形咒 尝试让日记显现原形 结果什么都没有 但哈利还是保留着日记 后来的日子里 因为一个小事件 在走廊上 哈利摔了一跤 把日记本 课本和墨水给撒了 结果发现日记本 滴墨不沾 特别神奇 里面定藏玄机 于是深夜 叨咕两下 在本上滴了滴墨水 竟然又没了 直觉告诉他 有点东西 于是在上面写道 我的名字是哈利波特 本本神呼唧唧地回答道 你好 哈利波特 我的名字是汤姆里德尔 之后 哈利在交流中 问他关于密室的事情 汤姆说 他有料 这就带他去看看 只见书页突然发光 哈利被吸了进去 来到汤姆的记忆中 这里就是我们正序书里的内容 哈利先看到汤姆和当时的校长 校长说 最近有学生死了 学校可能面临关闭 汤姆不想让学校关闭 于是找个替罪羊破碍 下一幕就看到他在楼里沉思 电影加了个细节 就是一具尸体被抬出来 这句就是汤姆杀死的陶金娘 陶金娘死后成了鬼魂 一直待在二楼的关系室 最后汤姆又遇到了变形客教授 等比多 他叮嘱了两下 别瞎跑 汤姆敷衍了起居 随后来到一个秘密的房间 嫁祸于三年鸡生海格 说他偷养的蜘蛛就是凶手 海格也因为这个事情最终被定成打开密室的罪人 幸亏邓比多极力说情留下他 让他有个照落 从日记本出来后 哈里信以为真 非常惊讶 马上告诉罗恩 海格就是五十年前的罪人 第二天 两人和康复的赫敏 想找海格问问 结果谁都不敢开口 一边纳维冲上来告诉他们 宿舍被爆鬼了 一片凌乱 一定是格兰芬多的人干的 因为只有格兰芬多才知道门进口里 哈里翻了翻 这汤姆的日记不见了 又过了一天 哈里准备参加奎迪奇比赛 麦克教授通告 比赛取消 并让罗恩哈里跟自己一趟 来到校医院才发现 发生了第五起石化事件 而受害者正是亲友 赫敏 这个事情 另一边清洗了哈里 一直以来的嫌疑 因为他没理由去伤害赫敏 而海格也不可能是 这和他们的日记线索相矛盾 于是到了晚上 他拿出外挂的饰品 隐形斗篷 和罗恩两人溜出去 打算去找海格 把事情问清楚 三人见面 问他到底知道 运势的真相否 还没来得及回答 突然门上又传来敲门声 两人马上躲在隐形斗篷里 原来是邓布里多 和魔法部部长福吉 福吉表示 鉴于海格50年前的犯罪记录 他必须被魔法部带走 接受调查 话还没说完 又一阵敲门声 是卢修斯 他近来递了个信函给邓布里多 上面是12名校董的签名 一致认同 暂令停职校长的位置 现在立刻马上离开学校 邓布里多也没怎么挣扎 临走前说道 并向躲在斗篷中的哈利 看了一眼 随后离开 海格也回答了哈利之前的问题 如果想知道某事的答案 只需跟着蜘蛛走 就可以了 邓布里多是怎么知道 两人躲在隐形斗篷里的 按照他的法力 他不用大声念出咒语 就能施法 进屋时使用了显形咒 让他自己看到房内隐形的人 这个显形咒 在后面的死亡盛气中 赫敏去到某一地点 为了以防万一也用过 所有人走后 他们发现窗边的小蜘蛛 带上海格的狗 然后跟着走向了禁灵 走啊走 走啊走 走到了一个洞穴 穴口爬出一只巨型八眼蜘蛛 这正是五十年前被冤枉成 直接生死的蜘蛛 叫阿拉科克 他还没从弹中孵化的时候 就被一个旅人送给了海格 海格就在木箱中照顾他到大 在被嫁祸时 海格又把他藏在了禁灵 一直到现在 阿拉科克还提到了关键的信息 五十年前 女性死者是在惯喜时发现的 而密室中的怪物是蜘蛛最惧怕的东西 但他不想提起它的名字 所以每次石化事件 总会看到蜘蛛被吓跑 哈利感受到周围具有的蜘蛛 以及阿拉科克的危险 说了声 谢谢 准备离开 阿拉科克不打算让他们走 我的蜘蛛孩子们不伤害海格 但是对于送上来的新鲜食物 我们不拒绝 在被包围之际 突然熟悉的福特小蓝车出现了 开出一条小路 上了车 最后顺利的冲入天际 躲过一间 逃回了学校 后来哈利去医院看望赫敏 无意中发现了他手里的一团 从图书上撕下来的纸 上面揭示了密室怪物的谜题 陆地上最可怕的怪物 当属蛇怪 又称蛇王 除了他致命的毒鸭之外 他还有死亡之凝视 任何看到他眼睛的人当场死亡 蜘蛛看到他会落荒而逃 竟然盯上蛇怪的眼睛会死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死呢 哈利灵机一动都推测出来 费尔奇的猫 是因为地面水的倒影看到的 柯林是透过照相机 某学生是透过鬼魂 差点没头的尼克看到的 而直至尼克因为是鬼魂死不掉 所以也失化了 而赫敏是发现真相后 用镜子在转角探路时 看到的蛇怪 关于蛇怪如何在城堡中行动 赫敏在纸张上给出了答案 管道 原来哈利一开始听到墙上的声音 是蛇怪在游动 而自己是蛇老枪 所以才只有他能清晰听到声音 卢文又突然抓住哈利的手臂 想到 既然是顺着管道出入密室的话 那入口有没有可能在惯息时 哈利说了句 你是说陶亲娘的惯息时 一切的线索貌似都接上了 此时突然广播响起 麦克教授误坏 学生立刻回到各自休息室 教室到二楼集合 看来有紧急情况 两人奔向二楼 转角遇到教授们 看到墙上截道 他的尸骨将永远躺在密室里 原来有学生被掳走了 麦克教授随后把捉拿怪物的任务 交给前一天吹嘘自己知道密室入口的洛哈特 洛哈特语无伦次 表面上先答应了 而被抓住的受害者竟是卢恩的妹妹金妮 卢恩和哈利随后去办公室找洛哈特 希望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结果发现他在慌张地收拾东西 想临阵逃脱 在质问中洛哈特也毫无顾忌的坦白一切 自己就是个毫无势力的骗子 在准备释放记忆修改咒语时 实际上被哈利一个处理武器给叫线了 他们压着洛哈特先来到二楼怪戏室 找到陶金娘问他当年是怎么死的 陶金娘就讲起那段被欺负 躲在洗手间哭泣 开门时看到洗手池的地方 一条蛇怪眼睛的经历 原来在洗手池一个水龙头的一侧 有个蛇精印 哈利随后用蛇老枪锁打开 开启了传说中的密室 三人顺着入口的大管道 滑进了底下 密室终于被揭晓 我们一般粗略的讲 密室是斯莱特林离开 或过我之前打造的 更准确的说他是无意打造的 他和三位创始人的意见 不仅仅在血缘上出现分歧 在教学章程上也有 比如创学初期 他希望能教学生黑魔法 黑魔法其实并不是广义上的黑暗魔法 在第四部火焰杯 我会给大家细细考究下 其他三人不同意 他最先造了这个密室 仅仅是作为一个临时地点 让自己的学生练习黑魔法 等他造完后 可以看到两旁蛇的雕像 以及自己的巨大石像 这种树立自己威严形象 个人教条信仰的意图非常明显 随着分级的扩大 最后他离开了学校 在密室也留下了一条蛇怪 起初的入口是魔法通道和一盖暗门 随着城堡管道的扩建和改造 入口上方恰好要修个女生惯喜事 这期间 斯莱特林后代的一个分支 钢特 也就是汤姆母系的前辈 维护着密室的入口 以及进入的方法 而密室存在就是通过斯莱特林的后代 传下来的 他利用自己的蛇老枪 最终开启了密室 而哈利也是蛇老枪 是因为他体内留有福蒂姆的一部分灵魂 在探索过程中 路哈特假装晕倒放松大家的警惕 突然拖过罗恩手中的魔杖 准备用超级强大的记忆清除咒语 没想到破烂的魔杖让咒语反弹 他撞击墙面 引起上方石头的震动 碎落的石头 截断了哈利和罗恩的通道 时间不能再拖了 哈利让罗恩先慢慢挖通这个祖道 自己去救金尼 用石头枪打开了密室最后一道门 密室打开来到一个湿漉漉的大道 在斯莱特林雕像下 躺着正式昏去的金尼 一旁出现了汤姆的记忆灵魂 哈利还以为是和自己一伙的 汤姆则捡起他的魔杖 想必局势已定 于是吉里呱啦的开始解密 我也加点补充 当初卢修斯把日记本放到金尼的干锅后 他发现了日记的秘密 于是开始和他对话谈心 向日记里的汤姆倾诉 他内心的苦恼 比如说一年级入学 自己穿的是二手衣服 用的二手书 多么的不喜欢跟个弗雷德乔治捉动他 汤姆则表现得非常体贴照顾 随着金尼和汤姆接触的越多 他所倾注的就越多 如果一个人过于靠近魂器 确切的说在情感上投入太多 就能让灵魂自由进出目标的身体 而目标变得脆弱 渐渐的会被占有控制 后来汤姆迷惑控制金尼 用蛇老墙打开密室 放出蛇怪 制造了无几实话事件 是他在墙上留下了血迹信息 等他清醒意识到迷失了方向 于是一天把日记抛向关系室 砸中了陶金娘 哭泣的陶金娘 这才泄愤淹了关系室 恰巧的是日记正好被哈利捡到了 这是天助汤姆 不过金尼看到哈利手上书写的日记本 担心汤姆泄露自己的秘密 于是惊慌疯狂地从哈利宿舍偷走日记 汤姆非常生气 好不容易日记在哈利手上 结果又回到金尼这里 想必哈利会不顾一些代价 就金尼 这才控制他 在墙上留下最后一段尸骨的留言 然后去到密室引诱哈利 结果金尼变得越来越崩溃虚弱 致使日记灵魂变得强大 从日记本中复活越来越实体化 故事讲完了 哈利换 那你为啥要这么针对我 汤姆又模仿写下自己的全名 汤姆 马沃罗 李德尔 汤姆是麻瓜爸爸的名字 源于自己对麻瓜的憎恨 想摆脱关系 他想起一个更响亮 而听起来就占了一个名字 用原有的字母重续拼出了 I am Fudimo 原来他才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随后声称 我将会成为最伟大的巫师 哈利反驳道 最伟大的巫师是邓布利多 话音伟络 凤凰福克斯突然出现了 怎么出现了呢 其实之前邓布利多被赶走时 还对卢秋兹说了一句话 只有当学校真的没人再忠诚于我 我才真正算是离开霍格沃兹 就说只要有忠诚在 我必在 人孝合一 所以这一刻 哈利所表现出的忠心召唤了凤凰福克斯 在后面的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 福克斯和邓布利多是紧密相连的 当然他的尾毛和现场哈利模仗的杖心 可能有关系 不过这个观点是没有原文支撑的 回答我们的故事 福克斯给哈利抛下了分怨抱 汤姆没当回事 准备动手杀了哈利 之后就蛇老枪召唤蛇怪 还在说啥呀 从斯莱特林的诗相口中出现了蛇怪 嘶嘶嘶嘶嘶嘶 蛇怪还没爬出来 哈利知道不能看他 转身就是一个逃跑 福克斯又飞回来 抓下了蛇怪的眼睛 使得哈利能够证实他 我们又记得 邓布利多也说过这句话 其实哈利在挣扎绝望的逃跑中 不停地叫唤 有人吗 快来帮忙 救救我 救救我 蛇怪一乱甩 把分月帽 甩到他身上 哈利戴上去后 继续呼叫 快来帮忙 快来帮忙 这时 头上的分月帽 突然紧缩 一个重重的东西 砸在了哈利的头上 他摘下帽子 直接冒充 突然出现一把 向着红宝石的银剑 这就是格兰芬多 他曾经的宝剑 只有格兰芬多 真正的传人 才能获得此剑的相应 一番征扎后 他拿着剑 迎着扑来的蛇怪 往上一插 杀死了蛇怪 但毒牙 也刺伤了自己 身负重伤的哈利 不久将会被毒死 小说里 这是福克斯 他没有离开 飞到身前 感动地泪 哭哭一下 用眼泪治愈了哈利的伤口 最后抓起了日记本 飞到空中 又扔在哈利身前 仿佛告诉他些什么 哈利明白 这是他早应该要做的 抓起毒牙 就往日记本上捅 毁坏了这个魂器 相应的寄生体 汤姆 没有完成碎症的 完全复活 而消失了 汤姆的消失 也让金妮 渐渐摆动了束缚 苏醒过来 不用解除太多 都懂 随后 两人跟着福克斯 带上已经通好 岩石堵塞的罗恩 以及失忆的洛哈特 飞出密室 案件得到了所有的解决 邓布利多在金妮 被抓进密室时 就被剩余11名校董 紧急召回了 见到了两位小英雄 分别怒奖200分 并颁发两人特殊贡献奖 洛哈特教授余生 则一直待在了一家医院 邓布利多又说道 看来我还得写信到阿斯卡班 让他们把海格送回来 并为下一年的黑魔法防约书教授位置 在报纸上打打招聘广告了 谈话间 第12名校董 卢修斯进来了 还有多比 卢修斯问起密室的情况 邓布利多表示 凶手就是这本日记 哈利此时 看到躲在背后的多比 不停笔画着 几多角的先指着日记 然后又指向卢修斯 接着因为违背主人 又不停拳打自己 哈利这才明白 当场揭穿卢修斯的密谋 但又没有证据证明 邓布利多说 不用纠结了 反正破案了 都退下吧 卢修斯一脚踹着多比 生气的冲出门外 而哈利想了个鬼点子 要来破烂无用的日记 把袜子夹在里面 追了上去告诉他 这日记该物归原主了 卢修斯没理会那么多 把本子交给多比 就转身离开 哈利让多比打开日记 结果发现上面有一只袜子 象征着主人的解放 卢修斯意识到 哈利耍聪明 害自己失去了一个家庭精灵 想冲上去收拾他 而自由后的多比捉到 被揍的卢修斯知道不好搞 随后就离开了 多比问该如何报答哈利 电影最后 斯普劳特教授又成熟地摸苹果 又救回了所有受害者 海格洗清了冤民 在宴会上回来 表示对三个小孩的衷心感谢 在热烈掌声中 大家围上来欢庆学校的恢复正常的 镜头往外拉 看到熟悉的建筑 听到熟悉的背景音乐 第二步密室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 大家记得给我点赞